大家好,欢迎来到活出自我生活和商业方式 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凝想 带给你我的真实的我 所以可以从你和你真实的你连接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和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内心想要的连接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不常常做这个工作的话 那很多平常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就会导致这种混乱 而且不太确定说你自己内心真正可以发挥的潜力 或者是内心给你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花一点时间 从我冥想的方式进入这个状态 接下来我也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是我不知道第几张视频了 但是如果你是你第一次过来 Hello 希望你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 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进入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可以帮助你平衡你的身心 平衡你的情绪 而且这种练习是越做的越多就越能进入状态 如果你是回头课的话呢 谢谢你回到这个视频 回到我的频道 然后希望你今天也可以收获很多 但是不管你收获收得多还是少 这种练习还是对你有益的 而且我发现我在英文的那个影响的活动中 做到第57天的时候连续做 就有很多的突破 所以虽然这听起来很复杂或很难 如果你刚开始的话 但是希望你能够坚持继续做 这样子可以才能真正的得到它的益处 OK好啊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在一个舒适的地方找到一个你可以舒服的坐下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将举起手 现在看一看能不能够把这个往下搬一下 继续手往上伸呼吸 吸气 吐气 右手抓着左手往右手往右边搬 吸气 吐气 右手举起来 左手往右边搬 吸气 吐气 开始坐在一个舒适的姿势中 然后把手心往上移放在膝盖上 这样子让你可以很舒服的进入这个状态 然后你会看到背光那是没关系 因为你是闭着眼睛嘛对不对 然后呢把手背放在膝盖上 开始深呼吸进入你的凝想状态 放松的深呼吸 把全身心的烦恼把所有在脑海里 在身体里什么在想的东西全都放下 吐气 再来一次吸气 把所有在思考的事情全放下 吐气 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再让每一个吸气的空气放松 它所有身体里的紧绷的肌肉 让它所有经过着呼吸的方式 一个一个放松放开 肚子里的也是 肚子里的也是 背 脊椎往里面吸气 放松脖子 肩膀 放松 卸下 同时间吸气吸到那所有的部位 脑筋 脑筋 放松 脑筋 口龙 放开 心 放开 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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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脑筋 脑筋 肚子 脑筋 在那個部位上 腰部放鬆 大腿小腿放鬆 大腿小腿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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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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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继续吸气这粉红色红色的光芒时 你发现 心和你之间的堵塞的部分 全部慢慢的解除 让你更清楚的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更清楚的允许自己给自己亲身的指导 让它在你生活中 给你点点点点滴滴地的指导给你一个点点滴滴的指导和陪伴 让你知道它同时都在你的身边随时随意 意义都一直批判着你 在这状态下也把所有的心事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紧绷的部分 全部放下 如果你的思考跑掉了 就把它带回到你的呼吸 带回到这个状态 带回到当下 把所有的思考 就让它随着这个河流 在你臀部下面的河流 就让它流下去 流到地球的中央 让它自己消除掉 我们知道说 我们不需要 反反复复地思考这些烦恼 只要我们身心平衡 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会有空间进入到我们的前面 面前 让你同时间 感谢自己来到的这一刻 让你也知道说 你随时随地都能回到 这个影响的活动 这个空间 让你自己和自己 有办法连接 让你自己感谢自己 来到今天的这次练习 你可以继续在练习之后 再慢慢地深呼吸 保持这个状态 练习把烦恼放下 继续连接上天 或者是上面的光芒 你自己滋味的光芒 自己滋味的美妙的爱心 让它带给你 无限的能量 谢谢你和你自己 今天来到了这里 很高兴看到你 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 给我一个赞 给我一个点击like 然后同时把你的感想 或者是感触写在评论下面 当然希望你要点铃声 这样子可以同时间 通常听到我们什么时候 出来新的 视频新的给你 和你自己连接的方式 好了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